哈喽 大家好 我是翁姬 今天是11月的10号 今天是我们出发的好日子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车子制腾是怎么样了 你去先喂杨玉 现在我是车里面 这些枸杞就带了大概有个七八十斤 然后黑枸杞也有 黑枸杞这里还有一马带 都是拿回去送人的 有挺多事情想跟大家也要说一下 哎呀 坐下 最近也到了收获的高峰期 好多朋友就收到我们的枸杞之后 它不会保存 然后有一些比较小的问题 那些好评我就不说了 现在我们是去总结问题 还有就是解决问题 一方面是有点湿 枸杞收到之后 它因为温差的问题 我们这里是零下的十几度 然后到内地的话 比如说广东那边大概十多度吧 温差相差有二十度左右 所以它的糖分呢 会随着天气越来越高 把那些糖分给逼出来 就会感觉有点黏黏的 你用手碰的话 会觉得有点黏黏的 其实那不是 那不是没有晒干 不是受潮的问题 那是因为 糖分出来了 大家呢 收到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 拿去曝晒 如果再曝晒的话 像南方那种天气嘛 不像这边这么干燥 一曝晒的话 糖分渗出来更多 到时候更不好处理 会更这样黏 可能会黏的更厉害 大家收到之后呢 第一时间就看一下 没有结块 没有结块的话还好 如果结块的话 就不用用手去掰 用手掰是掰不好的 直接用一个袋子包住 然后从上面往下扔 啪一升 它就开了 它里面的东西一般都会化开的 非常方便 关于我现在 关于我现在车子里面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枸杞呢 因为我后面的话想在 街头条那边做一个活动 给大家抽奖送一部分枸杞 还有呢 我不能说百分百没有啊 但是还是需要预防一下的 有的朋友的话 可能会丢件 但是到现在的来说的话 一件都没有 只有说对方多收了三斤 多收了十斤 但是没有丢件 因为快递小哥他们 一天几百单下来的话 他们可能有忙过头了 现在是吃到两单 一单是十斤 一单是三斤 都是多寄了给对方 我可以多给对方 但是不能少给 像是这些的话 有一部分就是用来备份的 如果对方件丢了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补发过去 当然是免费的补发 用这个东西 谁都不能百分百保重 只能说 确实不好意思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但是货物的话 大家付了钱 我们一定会 让他到你手里面的 现在我第三排打上去了 后面这里基本上 全部用来放这些东西 行李 慢慢弄吧 到时候真正把全部东西 处理完之后 这些东西我估计会寄回家里面 好像也没多少斤了 你要多少 我要二三十斤 我也差不多 然后去送家里面 还挺有面子的 我们等一下去一下邮政 把最后的事情处理完 然后出发了 等一下我们去哪里啊 果肉 我们也得马上走了 好多好多人还想买枸杞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要卖了 最好 嗯 你家呢 对啊 在卖的话真的会掉粉的 我们觉得 一天卖个两三百斤 其实没有太大意思 就先跑吧 跑到前面 反正怎么样都要出发了 不能把我们的旅行给拉下来 对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这里每到了冬季都有很多冻死人的情况发生 就是因为当地下暴雪 一下暴雪就堵车 就很多大货车司机和小车司机 都在这里一停 就是一个停个三五天 很容易出人命 所以我们也得必须提前跑出去 不然的话到了真正的冬季 这里真正倒雪封山之后呢 跑不了了 我们晚上放在车里面的水 第二天都是结冰的 已经到零下了 现在车里面晚上就跟冰箱一样 不过我要担心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如果到果罗那边的话 现在就没有大雪封山 我们买了一批物质 现在还没有送过去 这一次呢 就朝这个道过去 果罗它应该算是整个青海来说 算是应该是最贫困的一个地区 没有开发过 以前迂述也很贫困 但是比较受政府的重视吧 因为它毕竟比较接近西藏这边 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路口需要经过 但是果罗的话就有点太偏僻了一点 不太受重视 所以现在还是很贫困 我们就想去看一下去听什么情况吧 如果遇到比较合适情况的话 我们也可以多捐入一点 凉莫玻璃 希望对煌棒法 因为在外面也都是沟壁滩 很多一些风力发电的风车 不要看这么晃凉 再过两个月 我们的车真的跑不了了 再过一个月吧 一个月都跑不了了 这边下雪的话 十几二十公分后的雪很常见 也不能再继续卖枸杞了 必須要跑起來 我們要不先去騎輛房車 可以啊 你想要嗎 然後再去東北 可以啊 要V90要全順 還是到時候看一下再說 到時候再逛逛 我覺得V90還是空間很大的 但是要V90的話 我一定要後雙胎 後雙胎真的非常實用 這間老是說想要全順 全順的空間還是有點小 對 而且只能中床不能紅床 老闆這次買房車投資多少 這次買房車投資多少 哎呀 嫌你都沒你自己買了 立行跟你商量一個事 啥 我們這一次旅行已經結束了 又是關於枸杞的 我們也賺了錢了 所以預算拿多少包出來做個活動 明天是雙十一嘛 想做一個抽獎活動 好不好 好 大概多少包 我不太了解 那個抽獎的那個流程 還有不知道大家 喜歡哪一種顏色的 有黑色的有紅色的 黑色的一般用來泡茶泡水 紅色的一般用來煲湯之類的 生吃也可以非常棒 泡茶 泡茶也可以 我覺得各種各樣的都行吧 如果大家想要哪一種顏色的話 也可以在這裏評論區跟我們留言 跟我們說 還有我們想制定一些抽獎的一些規則吧 或者說在哪個平台抽 應該在頭條 應該在頭條吧 因為現在國外的話 他也沒有那個抽獎的功能 我們還沒抽過獎 不了解頭條抽獎的流程 你會嗎 我抽過 那我抽過 頭條我抽過 還有在國外的話 現在是不太方便計 比如說有的華人 他在美國 如果他中獎了的話 我們 只能說發國內的集運站 然後再轉到集運站 再轉到美國 這樣才能過去 所以現在我想著 就 只在國內這邊抽獎好了 如果大家有集運站的話 也可以在頭條那裏參與抽獎 基本上呢 就是評論轉發點贊 然後就可以參與這個 就有這個抽獎資格 要不就這樣吧 我們 一份拿出兩包好不好 一份拿出兩包 一包紅一包黑嗎 黑色的可能不太夠了 到時候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就兩包紅吧 好不好 兩包紅的作為一個獎品 到時候我們這邊呢 多小份嗎 三份 夠不夠 三份那麼少啊 對呀 三份的話就六包嘛 好不好 或者說抽六份 一人一包也可以 我的門的貨主要是不太多了 一起過來看一下 最近呢 除了我幫你拿回家裡的 如果還有的 我幫你拿來抽吧 我覺得也是 不要多用來抽 有的貨的話 要補發給客人 有可能會有丟件的情況 就這些了 我估計還有三四十包 那邊的話是拿回家裡面的二三十包 二三十包夠嗎 要不要我們就少拿回去 少一點 然後呢 多一點拿出來抽獎 嗯 當我 我們到時候停下來 清點一下 分一下章 哈哈 對對對 分章過後呢 我們再確定一下 怎麼樣抽獎 好不好 反正一定要給大家一點福利 對呀 一定要給大家一點福利 因為我們也是 通過大家的支持鼓勵 我們才能做成這筆買賣 也是非常感謝大家 對 好了 喜歡我們視頻 請關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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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很冷 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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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冷了 以前就是沒有辦法 戴口罩 因為戴口罩有點 對呀 戴口罩有點 那個差 哦對呀 然後就不難 哎呀 過來 昨天帶楊玉已經去洗過澡了 哎呦 好乖 唉呦 隨便吧 放後面 哎呦 坐下 坐下 這裡也放完 好好 走了 拜拜 拜拜